老王演唱会出奇招! 王孟林带领杨耀东,叶家修斗场,王老先生有快递。 明歌四十三高峰会,三日。 明歌四十三高峰会后,已连续四年在台北小巨蛋开场,创下明歌空前的记录,也为明歌史上写下新的一页,身为明歌高峰会的制作人士笑容表示,非常感谢所有歌迷的年年支持,本次演唱会的编排,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,演唱会所有歌迷们可以听见十四组歌手的成名曲,明歌经典作品,地方明歌,前后期的明歌。 可说以鲍尔福,演出更多元呈现,让所有歌迷看见不一样的组合,失笑容也开玩笑说买票绝对是值回票价,不然怎么敢连续四年都举办。 本次明歌高峰会最受歌迷瞩目的王梦林,演唱会上不仅演唱代表曲外,更首度演唱新歌,王梦林饶事,实在非常感谢制作人士笑容给她机会唱给大家听。 不然此生可能永远无法让大家听见,也会成为她这辈子的遗憾,更不敢爱开玩笑的个性跟歌迷们说,你们赚到了。 此外,王梦林在演唱会上不仅演唱新歌,更出奇招待了杨耀东,叶佳修演唱逗了台下所有歌迷。 三位国宝级歌手演唱会上一搭一唱无极限,更在演唱会上大骂王八蛋,让所有歌迷朋友哈哈大笑。 这段呈现也演员成明歌43高峰会最有效点的脱口秀。 演唱会令里惊喜则是去年在明歌42高峰会上大唱MAP的明歌大舒适笑容,李明德、王瑞瑜,被说根本不是MAP世俗来宝,让三位耿耿于怀一整年。 今年演唱会上再度学耻,希望可以证明给歌迷知道,明歌手也可以有嘻哈,也让全场观众掌声不断。 此外,每年民歌高峰会都会回台演唱会给郑宜表示,每年集住民歌高峰会,都能够回台湾跟大家相聚, 尤其可以碰到同样也是旅居海外的陈明韶及杨耀东,真的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,正一开眼前也开玩笑说, 今年在多伦多看见台湾气候创下低温记录,想说今年回台感受一下,不料回台后天气气温净回温,让他无法接受。 更打开玩笑表示,多伦多人实在无法耐热,然而首度参加民歌高峰会的殷正阳表示, 他与诗笑容是多年莫逆之交,以前还在同一个义工队当兵,有深厚的合作基础。 本次也是两位首度于民歌高峰会合体,心里实在非常开心,演唱会上最高潮的点唱时间, 让全唱歌迷点不断,14组歌手演唱到爽,最后演唱会也在14组歌手演唱画下完美的句点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